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幾個 不管是在外租屋或是小坪樹的房子裡有哪些好用的廚房好物 那像我自己在外租屋的經驗 我覺得廚房的部分最大的困擾就是收納空間有限 但廚具或者一些廚房用品、飲水機等等其實他們體積都蠻大的 所以今天分享的好物主要的特性都是像是美觀實用再加上好收納 好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呢是之前在影片都默默出現過的BWT急引進水器 它是做檯面式的設計所以它真的很方便是你不用去做太多的安裝 它有點像是一個小小的裝飾品擺在旁邊這樣 因為它整個設計是非常俐落簡潔的 然後像我就是白色控嘛一定是選白色 不過我在查資料的時候有看到它好像有一些比較可愛的粉紅色啊薄荷綠等等的 那這一台霧品大概用半年多了我覺得是非常好用而且真的很省空間 因為像我們之前煮的那一間是沒有附RO水的 但每一次都要煮水的話其實也是有一點點花時間 所以呢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進水器是還蠻實用 而且對我來說覺得蠻必備因為我蠻喜歡喝水的 那這一台它的價格我記得是大概5000多塊吧 然後還有送一個濾水壺這樣子 而且它安裝非常方便 只要把它附的那個鎖頭鎖到水龍頭上面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台我真的很推薦給小坪樹的房子或者是租屋族的大家 再加上它外觀整體設計是非常細小 很好塞在廚房任何一個小角落的 像是我們就是收納在琉璃台旁邊一個基本上不太好利用的空間 那剛好放下這台淨水器非常非常的剛好 前面再放個咖啡機就又善用了一些小空間這樣 所以這一台呢就真的蠻推薦給在外租屋的大家 第二個東西呢是我們的奶茶色鍋具組 這一個鍋具組呢是韓國NEW FLAME的FICA系列 那FICA系列它其實有分可拆式的把手跟不可拆的 那我自己比較推薦給豬屋族的話是這種可拆卸把手的系列 因為呢我發現鍋具最最最麻煩的就是它把手很難收納 你看喔如果說大家都可以堆疊在一起其實就很好塞到櫃子裡 可是因為鍋具它常常有一些把手 它就沒有辦法把它層層堆疊起來 所以就會變得很佔空間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找新鍋具的時候就有鎖定說要買這種可以拆卸的 它在收納上很方便再加上露營的時候也很方便 因為露營用品呢最重要的也都是追求好收納嘛 其實這個FICA系列我當初會認識它是因為那時候在露營社團就有看到 我陸有推薦這一組鍋具組說他們露營覺得很好用 所以才認識這個品牌跟這個系列 其實吸引我除了它的可拆式把手 第二個就是它的顏色啦 大家也知道我除了白色之外最愛的就是奶茶色 這個米杏色奶茶色的廚具真的是比較少進一點點 所以它的顏色跟它可拆式的把手真的是我最愛它的原因 再加上第三個是它是不沾鍋 所以其實清洗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我們最常用的兩個鍋子就是它的生鍋 跟它比較淺的炒鍋 像我們上次露營就是拿淺的鍋子來炒松板珠 然後拿生的鍋子來煮鮭魚味噌湯 那這一組Neofame的陶瓷不沾鍋八件組呢 有跟廠商談到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優惠的價格 它的原價是1萬出頭 那因為我是直接跟總代理談的 所以呢我們談到的價格是3690 這價格呢我剛剛稍微google了一下 是目前文物上的最低價 就是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是一樣低的價格 所以大家如果剛好來找鍋子有需要或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不要錯過這次的限時優惠 那連結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那除了這個鍋子之外 我們也試用了很多它們其他的東西 當中呢我們覺得很適合推薦給大家就是 它們的剪刀跟那個削皮刀 那多功能剪刀是可以直接吸在冰箱上 就也蠻省空間的 而且它用起來也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像是它不只可以當剪刀 還可以當刀子等等的 然後削皮器的話 它的削頭其實也不只一種 那因為大部分就是煮菜的東西都是我男友在用啊 它用起來 它第一次用就說真的超級好用 那時候我們好像是帶去露營吧 就第一次開箱使用的時候 我應該有記錄起來 我再把它放到我旁邊給大家參考 兩個東西加起來也只要399 我自己覺得是超級便宜 所以也打算再買一組放在我家給我媽用這樣 好 點到菜好用的 它可以拆 拆掉 然後裝回去 然後這個又很利 這邊又可以鋸東西切東西 這真的很好用 你最近都用它 對啊 它這個又可以開罐器 它可以開罐器喔這裡 喔 酷 它好像很飽了 嗯 就是其實也不太用處理 蠻利的啦 然後就很順手這樣 很順手 好 好 那以上就是 Nilflame的系列 就推薦給租屋主們 如果你們在找鍋子 真的真的建議要找那種可以拆卸的 會省很多很多的收納空間 第三個東西我們要來看的是磁吸式掛鉤 你看這個小小的掛鉤呢 看起來很不起眼對吧 它超級超級萬用的 你會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時候用到它 像是什麼呢 你可以把它吸在冰箱上 然後掛一些紙袋啊什麼的 你就可以放一些 可能像我自己之前是會放回收的物品 又或者是可以吸在烘碗器的下方 你就可以再多掛一些像是廚具啊 夾子等等的 像皮筋 清潔用品 菜瓜布 你想得到的廚房小屋 基本上都可以掛在上面 第一是可以省下很多的空間 第二是它方便性也會提高蠻多 就是你要用的時候就可以隨手拿了 像我們一些常用的夾子什麼的 就也會掛在上面 你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凌亂一點點啦 但是如果是以方便性為主的話 它真的是超級超級方便的 而且這個掛鉤啊 它你隨時要移動或者是收起來都很方便 像是要搬家的時候也不會佔任何的空間 你要帶去露營的時候其實也很好用 露營就是你知道 這些要好收納的東西呢 基本上在露營也都算是很玩用的 好 那這個掛鉤還有第三個優點就是它其實價格很便宜 我記得一個應該是 忘記有沒有到十塊還是十幾塊了 所以這東西基本上是可以用非常非常的久的 那它不管是在廚房或者是 房間的任何小地方都非常實用 像是書桌啊浴室等等的 其實只要它有磁力就是它吸得上去的話 就都可以善用這個東西 然後像如果你買的是比較小的尺寸 有時候可能它重量比較重 你就可以吸兩個下去掛 所以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變化性蠻高的小東西 算是一個不起眼 但其實非常適用的好物 就也分享給大家 下一個東西呢 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影片有出現過的 Feka的掛鉤橫桿 那這個掛鉤橫桿 我們家用很久了耶 應該有至少有五年了吧 就是從很久很久以前搬家的時候 就買了就用到現在 Feka這個掛鉤橫桿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不管是用在浴室啊 或者是廚房都超級實用的 而且它也不需要鑽孔 因為它是用那種吸盤式的設計 就是吸盤吸上去之後把它抽真空的原理 基本上我們 它當然你掛久了它可能會掉 所以就是要重新吸一次 但它掉下來頻率其實超級超級低的耶 所以它其實真的是吸的蠻緊的 你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是吸盤式就要常常 重新黏重新用之類的 完全不用擔心 然後像它的掛鉤啊 也是可以自己 就是依照你的需求去增加 看你是要幾個掛鉤在上面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所以像我在浴室的掛鉤 其實就用比較少 因為我可能就是掛浴巾啊什麼的嘛 那廚房可能就掛鉤就會多一點 因為可能要掛一些刷子啊 菜刮布什麼的東西 所以就是還蠻方便的 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下去做調整 FA卡的掛鉤 我這樣用現在想起來 覺得它大小其實是還蠻剛好的耶 不管是在外面小坪說租 或是像在自己的家裡面 其實廁所啊 或者是廚房掛起來 它都不會太大或太小 就是一個恰到好處的大小 然後用了應該是5年多 至少5年啦 到現在它的狀況也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們家的品質 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雖然我記得當初買的時候 好像價格是稍微偏高一點點 但如果你是長久用下來的話 真的是還蠻值得的 而且它不用鑽孔 也不會傷害搶面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是租屋租 我覺得即使不是租屋租 你是自己在家用 都非常適合 這個就真的也是很推薦給所有在找 掛鉤的朋友們 那最後一個我們要來看 我覺得它比較不像收納好物 它比較像是Costco好物 就是呢 他們的車用黃色抹布 這個抹布呢 雖然它是標榜車用 可是它真的超適合拿來廚房用的 還蠻多開店的人啊 就是餐飲業相關的 也都會把它拿來 就是做清潔使用 因為呢 它吸水性超好的 像一般棉質抹布 有時候你在吸水擰乾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都擰不太乾 然後吸水力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Costco這個黃色抹布啊 你在東西翻倒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灘水在那邊的時候 你直接把它丟下去吸 很明顯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吸水力真的很強 而且它擰乾的時候 其實是蠻不費力 就可以擰得蠻乾的 所以如果大家還在找抹布的話 真的可以嘗試看看Costco這個 因為它是一大包販售的 一包我剛剛看價格好像是599 然後36入 換算起來一片 一個抹布大概是33塊 應該算是CP值蠻高的吧 我不太確定抹布的均價是多少 但是以它這麼好用的效果 33塊我是覺得還蠻OK的 價格還蠻平易近人的 而且它真的很大包 可以用很久 唯一你要說我不喜歡它的地方 大概就是它是黃色的 超級顯眼的 有時候抹布掛在廚房啊 然後在拍影片 後面如果拍得到廚房 就很明顯有一個黃黃的東西在那 除此之外真的是沒有什麼缺點 那時候我媽和我阿嬤去我們租屋處的時候啊 用到這個抹布也是驚為天人說 欸你這抹布很好用欸 哪裡買的這樣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們是買一大包 所以就把一半的抹布就也分給我媽 他們帶回家用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有用過這個Costco的抹布啊 蠻推薦你們跟家人或朋友一起share一包的 因為36入真的是可以用非常非常的久 除了廚房用啊 我們自己其實也會習慣放一片抹布在車上 有時候可能玻璃髒啦 或者是打翻東西什麼的也都以備不時秩序啦 因為這個黃色抹布呢 他就算是廚房好物兼Costco好物 好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廚房好物分享啦 就希望這些資訊有幫助到大家 讓大家也可以再找一些廚房收納的東西等等 有更多的參考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讚 讓YouTube知道這是一支好影片 可以推薦給更多的人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分享 最後呢也歡迎大家到我的Instagram這邊 follow起來 最新的團購優惠啊 還有生活動態也會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